Hello,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是Alan 我是Jimmy 上次我們有一集就說我們原來的PR說要等104年那麼久 很震撼 接著加拿大又放出橄欖枝, 接著英國又有BNO等等 有些網友就說, 不如Alan、Jimmy, 你們想一下轉跑道去其他地方 Jimmy, 你有沒有想過要轉跑道? 沒有, 我一直都沒有, 我只是向著標桿直跑 我的標桿就是要等888B批給我 很堅持 很堅定,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的 因為我已經洗了頭髮 雖然你說要等很久, 我真的當104年來開玩笑 我不相信104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沒有想過轉跑道 其實轉跑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 很難的 另外就是說, 在這樣的時刻之下去轉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好時間 因為澳洲是我的首選, 我們才選擇移離這裡 但是因為等不久, 我們就轉 第二、第三條跑道不是你最想的 而且在這樣的時刻之下, 又沒有人心思熟內 然後突然去轉, 我覺得這個不至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轉跑道 好啦, 既然不轉跑道 我們回頭看看, 1804年怎樣等 怎樣等 就算我當它不是真的104年 14年好嗎? 都糟了, 是不是 都糟了, 14年我可能都百年歸老 大謊話 其實我覺得沒有可能 我不相信是104年 我們真的當它說笑 只是當作笑 但是那些事件有沒有人可以檢查? 有啊, 檢查到事件 是啊, 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有個同行的朋友 他找到一些資料 原來找得出來 原來政府 當國民說 我要求一些資料 一些政府的資料的時候 只要那些不是國家安全 機密那些東西 其實政府的責任在政府那裡 就是需要提供資料給國民 所以有一個organization 就叫做 RightToKnow RightToKnow.org.au 這個網站原來就是這樣的 會收集你的request 譬如我想要知道 好像我們這個情況 我們想要知道 888b批核的processing time 究竟有沒有一些詳細資料 過往幾年之外 有什麼數據 統計數字 可不可以給我 這似乎不是一些敏感 機密的資料 所以政府是有責任提供的 所以讓我們看到 真的有人敢問 但是呢 就是這樣 其實原來這個RightToKnow 其實未必一定會回答你 是 他說原來是 什麼情況要回答 什麼情況要回答 有些是要付錢的 是嗎 你要付申請費 所以有人問八八八 這條題目 他沒有立刻答案 是有人回答了 是要付錢才可以 要付錢才可以 政府才會派 因為他要防止你濫用 是 阿豬阿狗阿貓 隨便問你一個問題 昨天天氣好不好 他又要回答你 所以那些資料 一定是需要valid 還有有需要的人士 你肯付錢 即是顯示你有誠意 那是誠意費 而且應該是 一些資料容易得到 他真的會白解答你 即是他要問過你的資料 其實有沒有可能 政府提供得到 是的 其實要問關於八八八 申請批核的狀況 其實是需要花點工夫 政府不是馬上發給你 所以為什麼 真的要有人付錢 他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真的找到了 真是多謝這個RightToKnow 發問問題的人 以及肯付錢的人 我們這些全部 申請八八八便便得益了 我們看到了 我們找到一個真像 而政府提供的資料 這些就是公開資訊 即是我們在這裡是可以說的 是的 那好了 我們找到什麼真像 真像是什麼 等多少年呢 那是不是104年呢 還是多少年呢 其實我們先看看資料 其實不是告訴你 要等多少年 而是他要求過往那一年裡面 這些八八八的申請的人數 以及批核的人數 的明細表 即是細節 他就不會告訴你 你要多久才能等到 而他是可以 曲線去展述 那一年裡面 有多少新的申請 其實他減到每個月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 最後有一批人 就說整張Posa出來 就說八八八必要等104年 他就是這樣曲線計算 但似乎他們計算錯 他先說為什麼他計算錯 他現在看到 就說原來on hand 過往那一年裡面 直至他release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有七百多個申請 七百多個申請 而過往那一年 他聲稱 他從資料裡面計算出來 就有七個人申請 即批了 用七百多除七 那就等於104 其實每個月的資料都有一個數字 確實有些月份有一個數字 多少人申請批了 多少人申請批了 確實可以有的數字就是七個 另外有些月份有趣的 就是小於多少 那裡似乎 在104年那個人 就沒有拿到小於多少的數字 他就把小於五的數字當成零 就變成只有七 就是只有104 所以他出來一年有七個人申請 事實上就不是 如果你們精明眼看 這裏詳細的列表 你可以推算到 身家人數和on hand的人數 一減的時候 七除八九之後 你就會知道 其實那個月有多少人申請 小於五都可以計出來 我們真是多謝師兄 師兄幫我們計出來 師兄他真的計出來 他真的逐個數字拼得出來 其實過往那八個月裏面 有多少個批了 沒錯 我都試過做過一次 把所有的數字 拼到一個Excel那裡 其實就可以推算得到 另外一個的五點 盲點上次的報道說七個人 其實就不是一年裏面七個人 而那個數據只有八個月 所以那裡有少許的誤區 而根據師兄說 他在這八個月裏得到的數字 就不是七個人 除除除除之後 原來是22個人 22個人 沒那麼慘 八個月裏面是22個人 那你又計劃回到一年 即是三分二 即是說是33個人 平均33個人 但都慘了 七百多除33個人 也要二十年 七百多除三 也要二十年嗎 不是十年嗎 對 33個人 當你七百 七百除三十五 好嗎 七百除三十五 也要二十 這樣也很麻煩 那我先計劃一下 我已經七十歲了 糟糕 批到給我都沒什麼用 二十年我都不用了 除了等 原來不需要一零四 是二十二年 之外 還有另一個 在這些數字裡面 看到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八百八A和八百C 他們都會有一些申請者被拒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八百八B沒有一個被拒 零個被拒絕 對 好像有一兩個是withdraw withdraw就是我自己放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八百A是做生意 還有你能夠批的過程裡面 是需要做到一些successful business case 你做到生意 賺到錢 能復活到它 這兩年裡面的投資 或者做生意的結果是成功 但是八百八B 我們的年代就是買 政府債券 買完之後 過四年就還回給你 那就已經復活了要求 所以沒有所謂 那份工課是沒有不合格的 對 沒有不合格 做就是 它沒有得不批 除非你作奸犯科 又捉了去坐牢 那些真是很個別的例子 因為其實你還有一些品格要求 它是會fail你的 而我們看到這一年裡面 其實它是沒有reject的case 唉 那就是一個好的signal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等到時候就會批 最貴都會比我 批到的機會是極之大的 是 好了回去 要等多久 是不是真的要等二十年 好了 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基於現在要等二十年 才批到那七百多個的話 轉不轉跑道 你轉不轉 等不等二十年 有儲哥 你看到那裡遠遠有盞燈 射著你 有什麼儲哥 突然發現 我們看到政府的官網 Home Affairs 是 Home Affairs 官網裡面 我們的processing time 我們的class 有數字 有統計數字 出現回來 之前是沒有出現的 沒有說的 只是說A和C 是嗎 現在出了什麼 出來了 原來90%的processing time 就是會在35個月批出 即是說三年左右 會在三年會批出 那是不是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起碼我確實 比二十年 比二十年 而且比沒有 因為之前就說 只是說A和C 你們B是沒有的 其實不知道 你只是猜的 但現在出來了的時候 確實 無論如何 等級的 三十幾個月 三十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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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叫90% 除非你的case 是很古靈之怪 如果你是說 十個百分比 可能會多 對 起碼有個年期 有個普通 沒錯 好很多 心目立刻定下來 我們不用等一百零四年 也不用等二十年 只是等三十五個月 為什麼 無端端 他明明一向都沒有出開 這個數字 什麼原因 我想是因為 他們評論了 什麼時候出 出不出 有一個 又說陰謀論 我們最喜歡說 前陣子 有很多抗議 請願 又要簽 要求 888批多些 Visa批得快些 似乎有些風波 政府看到這些風波 其實不太難 資料有在 只不過是因為 過往的守則 人數太少 他就不出 現在就出出來 至少大家看到 有個安心 也看到最近好像沒有什麼風波 沒有什麼再投訴 抗議 似乎有效果 做到事 多虧大家走出來 做到事 那也好 你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他不正面回應 靜靜地發出一個項目 讓大家自己看 自己解讀 閉嘴 閉嘴 叫我們這些人 閉嘴 閉嘴 你之前估計 A 和C 和B 應該差不多 大家都應該 三十多個月 就應該批 有些可能多一點 遲一點點爭 一兩個月都未定 現在出來的新的帖 似乎跟你之前的估計差不多 是 一致 按照這樣計法 我們原則上應該是 2025年 頭 2025年年頭 是的 我們2022年年頭 就是入紙888的 加三年就是2025年頭 是 即是我們還有一年半 就等到它了 再樂觀一點 2024年尾 可以嗎 終於望見家鄉 大家發功 推它前一點 希望過到聖誕節 好嗎 好了 我們這個好消息 真的叫好消息 相對來講好消息 例經 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更加好的消息 或者你有其他內幕消息 你可以在這裏告訴大家 如果你和我們一樣 申請888b 或者其他class 你又等著 或者已經批了 你可以告訴我 你究竟什麼時候入紙 什麼時候批 中間等了多久 批的過程會不會很複雜 還是很簡單 什麼都不用做就可以做到 請你留言告訴我 好嗎 點讚分享我們的網站 下條影片見 拜拜